他是自我2局的成绩呢是击败印尼的森托索 在第二局的比赛呢看起来的比分是非常的接近18比17 就加分以后的5比4才把这个森托索击败 那最后一场的难单的赛事呢就是拉姆森 也是呢经过三局的赛事才以二比赛生了叶城旺 那为大家送上这场男子双打的赛事 那看见在A组在难双的形式来说呢 这世纪排名第一位的印尼组和呢在经过昨天的赛事呢 是战胜一场比赛以后呢 现在跟马来西亚这一队队伍呢同样也是把对手击败 那其实在这小组一头呢他们同时都是一胜 大家看今天他们在这一次的总决赛以后呢 第一次碰同的看看到底哪一方能够取胜 现在这小组呢除了这两队伏合呢 另外还有丹麦的伏合金派逊 苏加特另外呢还有印尼的伏合 大家看看这一场比赛对双方来说 那的确是非常的关键 那其实呢我跟估计呢在这小组呢 能够打进探学赛应该这两队伏合都是能够进入 对这两队呢应该讲的小组当中是最强的两队 也是世界目前让男子双打当中的最强的拳手 嗯 他们今天不管谁能够胜的话 我想小组出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 只是说看谁能胜这场球的话 就将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那刚才呢曾经提过就这两队伏合最近的一次交锋 可以说呢就是在世界锦标赛 那一次的赛水头呢 其实就台西亚的组合呢 他们是非常有机会 本来是马下第一局第二局呢也是自赛末点的机会的时候呢 是反而让印尼的组合呢 他们后来赶上 而且呢更拿下了第二决赛是在第三局 也是击败马来西亚的组合 那最终拿下贼那一次呢男子双的冠军 对 应该说也是世界锦标赛五个弹项当中 印尼所获得的唯一的一个金牌 那当时候还记得世界锦标赛呢 的确是赛事呢 增值得非常的激烈 那在南端来说呢 中国是非常可惜 尊敬也是大腿的 抽筋 对抽筋以后的受伤 对 让丹麦呢就拿下那一面的金牌 那另外铝丹跟铝霜 还有混双的项目呢就由中国给拿下 对 这是今年度另外一个重要的打赛 那看看呢在今年里头呢 到底哪一国呢能够争取更多的赛事的精彩 那目前这场男子双的赛事呢 现在比分是3.0 完了下领先 那其实在比赛以前的一段时间呢 这队南下的组合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 因为世界锦标赛之后呢 叶锦芬呢 今天不太好做了手术 所以能影响一段时间的训练 所以成绩呢 也就没有参加什么比赛 所以成绩相对也就不太理想 现在呢应该讲 还在恢复过程当中 应该还不是他们自己的最好手术 但是这么这一队配队呢 非常有特点 一个叶锦芬做手握拍 场上主持球能力比较强 但是谢锦芬呢 作为一个老队员 也是80年代我们那个时期 打双打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优秀的双打运渊人了 但他的后场的进攻又非常有危险 从相对来说呢 这一队一年组合可以说呢 是锦西来说呢 一队疏度型的组合 作为叶锦芬来讲 他这谢锦芬他已经换过几次 配球了 对 因为他是这个男子双打的 这个这个语坛上的一个强青术 他先后跟马来西亚的三位 三位四位人配过双打 对 已经跨过了很多的时代 他刚出道的时候呢 就是由西离兄弟的三哥之代 他曾经呢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打赛 对 后来呢跟西离强配 也打了一段很长时间 1982年八色的那奥运队的时候 也参加了 对 然后又参加了这一届奥运会 又跟叶锦芬配 所以说呢 他应该讲在这个语坛上打了很久了 我刚才这二球看见印尼队他们的一次进攻 这个应该讲他的现天条件非常好 爆发力非常非常突出 两个人的往前的都很快 那这一位双打的维加亚呢 就是跟单打的维加亚呢 是两兄弟 你可以说呢 两位球员 目前印尼队来说呢 都是属于重心人物 对 单打的维加亚应该是哥哥 对 双打的是弟弟 这个球员是一个强往方吧 没有够 没有够 5比2 谢盛杰的发球 谢盛杰今天一上场几次发护档都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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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爆发力也是非常好 是手臂的爆发力 对 他的进攻非常好 但是往前呢 相比之下呢 双打的维加亚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球 谢盛杰今天一上场几次发护档都出界了 这个球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也创造了一个一次 这个就很被动的球 贴锦夫呢 因为个子比较小 场上的非常零 而且弹跳非常出色 这球员是出手非常快 判断非常准 3比5 最后两个一对 这个球打得非常巧 摆臂很快 贴锦夫个子比较矮 但是呢 手臂摆动呢 相当相当的零一球相当快 这个球马上打到一个困档 这两位印尼球员 他们各自的 个人机械的确都非常准硬 是 印尼队的男子双打的特点就是 他的平手打非常快 嗯 你刚才就是 谢钻杰的一个强攻 头顶撒对角 这个CG呢 没有判断到 那其实 CG呢 这位球员也是非常有特点 尤其在往前 他这种判断的力的确是非常强 对 而且摆臂非常快 对 5比3 马来西亚队呢 还是拥有2分领先的优势 现在也是他们的发球 谢钻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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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 而且這個球呢,CG推得這個球的扁非常非常好 5比3,第二發球 雖然目前來說呢,馬來西亞隊他們有一隊年輕的組合,但這一隊難說呢,可以說還是肩負非常重要的市民 那第一線呢,就是李萬華跟中藤虎這一隊組合,雖然說呢他們的技術已經是相當不錯,但畢竟在這個大賽裡頭呢,可以說還是慶祝經驗 應該講那一隊現在還不成熟,還不是很成熟 但個人條件來說那一隊的確是相當不錯 對,相當不錯,條件應該講是很突出的,但是各方面來講呢,還不是很突出 而且這次參加總結賽呢,馬來西亞唯一一隊能夠參加總結賽的運動員,也就是這一隊男裝了 其他都沒有資格入選 那本來男子單打王友福呢是非常有機會,他排名是在第15位 這反而就是陳剛同,這個最後一個越南公開賽拿下冠軍以後呢,反而讓這個華西亞的王友福另外還有印尼的左哥 還有韓國的這個朴欣宇,都是沒有機會參加這一次的戰士 對 6比3 葉錦夫的8球 剛才Segan呢,這個8球呢可以說這個速度是非常快,而且落點是非常好 剛剛是殺到這個葉錦夫的肩膀位置 第二發球 9比3 2比4 1比3 1比4 1比4 2比4 2比4 1比4 卸准杰这三球呢,也是想改变一下这卧点,但可惜呢,还是直接的出界,看这球的慢镜头,一米队已经把比分队的比较接近,只是一分超级,可惜刚才这进攻呢,还是南西亚对他们自己的主动失误。 应该说呢,今天到现在为止,叶锦福打了四人当中了,相对差一点,而现在CG和维加亚这一队呢,手感非常好,防守也很出色。 这球呢,已经是转过身来,这球呢,还把球呢,可以说是回得非常有资厉,但毕竟呢,谢孙杰已经是在往前等着这球。 是,这球打的呢,防防打的都处理得非常好。 对。 这球呢,本身。 面的话,每一个人都在距离。 看,我们可以说,我们会在一个两个看球。 我们他的状态让我们的状态离,我们可以说是几个人。 不,我们会走。 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状态都会出现,几个人。 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状态。 这球呢,最简单是有点犹豫 7比6 这球呢,出手跟太阳非常快 但可惜呢,在压球的时候呢,还是压的不够 直接的出界 对,这球呢,应该讲判断是判断到了 但是呢,摆地的速度不够 现在一次出现了失误 马来西亚队在天分9比6 这两队的排名,目前马来西亚队呢,他们是排名第6位 而Zigit跟Vijal也是排名第1位 10比6 这阶段也是明显的看见呢,印尼队他们的失误是明显的增加 也是让马来西亚队呢,从6比6平手以后呢,连续的拿了4根 现在反而10比6领先了 嗯 大家可以看到,叶锦芙尽管隔着很耳,但是体跳非常高 嗯,而且呢,他这种刷球的劲道也是非常的重 对 如果从外表上看的话呢,叶锦芙尽不像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身体 但是呢,他拥有这种,他本身呢,非常非常刻苦的训练 嗯 据我们了解,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马来西亚训练非常刻苦 嗯,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成为优秀运动员 但是呢,靠着自己后天的努力 最终呢,他在整个世界呢,以他男子双打这个位置上 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一个位置 这就说明有些运动员呢 你限天不足,靠后天的努力也能够成才 对 他在奥运会的时候呢,他当时打进决赛呢 就曾经表示呢,如果呢,能够拿下金牌就会 踢光头 呵呵,结果后来没拿到金牌也是踢了光头 对 在一次赛前的碰见他的时候呢 曾经说呢,如果他能够达进决赛的时候呢 他会再改变他的法性 他说呢,再没什么法性可以改变 他奥运会的时候也是最终进了决赛 非常有机会拿冠军的 嗯,对 最终也是1比2数给了印尼的选手 对 本来那次呢,他们就有机会拿冠军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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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呢,謝鑽傑在自己處理過度往前球所出現的失誤。 7比11。 8比11,三分的差距。 8比11。 是年轻运动员跟老运动员之间的较量 这次的总决赛应该讲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看 主要是应该讲是上一代运动员和这一代运动员的一种角逐 因为很多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 都是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较量 那其实不单就像非常比赛埋下 这一队组合是处于老的运动员 那其实在于印尼他们本身 这些国家来说呢也是出现一批 就是老跟年轻的运动员他们的一个主题 就是可以说尤其在男子双打这一个项目来说呢 Segan这位家人现在也是高级在第一位 但就是刚刚在去年拿下男子双打的金牌的组合 丽兹跟女其呢也是跟这一队本身的自己小兄弟呢 也是分辞得非常激烈 对 而且应该讲自个比较老的双打运动员呢 应该是马来西亚的协议生集和叶景福 加上利给和雷克西这一队 剩下的呢相对比较年轻 但是这一队呢还是保持了很高的水平 其他年轻的呢正在向他们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但是在最近来说呢韩国的男双呢 他们表现的确是非常舒适 对 那尤其就是李东树跟李文成这一队比分 尤其在下半年来说呢 他们成绩可以说是特别的突出 对 几次在关键的比赛当中战胜了一名的 CK和维加亚 对 所以扣杀的点滴界就非常好 而且起跳非常的高 很轻松 你其实主要呢感觉就是这一队一年组合 他们的胆子也是非常的大 对 我特别在往前 嗯 对 特别是在往前 9比11 两分的差距 你看刚才 来下队呢 他们轮转的一次进攻 学生机在半场里的起跳杀球 还是很有威胁 这一次强势的进攻 实际上呢 后场进攻主要是通过 学生机的进攻呢 比较有力 而且对方出来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叶锦夫在前场呢 就抓住机会 这个呢 战术应该讲还是比较有威胁 协生机 他今年已经29岁 而叶锦夫今年 也已经27岁 这第一局的比赛 目前 比分 双方是 只得两阵的打局 就在 昨天 第一场的赛事呢 谢盛杰跟叶锦夫呢 他名十以 15比11跟18比16 战胜的丹麦组合 吉斯坦逊跟苏加特 第二阵 发球质量不高 被西基直接 扑死 第二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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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叶锦夫的确是封得非常的紧 对 第二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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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